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贾玲在这部剧中 最适合饰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刘德华面对微笑 直言说 如果贾玲来参演这部 最适合演我夫人 刘德华此话讲出来 引起很多人羡慕 网友也纷纷调侃贾玲说 估计贾玲听到刘德华这么说 睡觉都能笑醒 而遗憾的是 偶像始终还是在跟别的女人组CT 不知道 有没有那么一天 贾玲真的可以跟她的偶像演情侣呢 其实贾玲的偶像 除了刘德华 还有一位 就是颜承旭 还记得去年 王牌对王牌邀请了F4组合的颜承旭和朱小天 以及新版本里的沈月和何观鸿 带大家一起回忆当年追过的流星花园 而贾玲也终于如常所愿 还和严承旭进行了拥抱 还整得贾玲激动得脸都红了 小手也是一手冷汗 不过能得偿所愿跟自己惺惺念念的偶像一起表演 并拥抱也是常人所羡慕不来的 说到荧幕情侣 相信贾玲一定会羡慕一个人 她就郑秀文 要知道郑秀文和刘德华已经饰演了N四情侣 可以说 刘德华和郑秀文是最经典的荧幕情侣 那些年刘德华跟郑秀文饰演的情侣当中 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瘦身男女 关于这部电影 豆瓣有一句短评 可能是很多人的心声 那就是一度觉得华仔就是和三妹结婚的 就连刘德华本人都笑称 如果说有哪个人在电影中一出现 别人就知道他一定是我老婆 那这个人一定是郑秀文 2002年 吴剑道 Mary与刘建明 2003年 吴剑道3 终极吴剑Mary与刘建明 虽然郑秀文在《吴剑道》系列中只是客串 但刘建明想做个好人 好大原因都源自Mary 2004年 龙凤斗 道先生与道太太是 龙凤斗里的盗贼夫妻 在一次次惊险游戏中斗智生情 道先生与道太太 由轻松耍花枪式弹琴 变成真心为对方设想的爱情 主题曲一想起 已经令不少人感动落泪 2013年 盲探 何嘉童与盲探 影片讲述盲探刘德华 在帮助女警员郑秀文 寻找失踪十多年的学妹 小敏的过程中 所呈现的疾犯罪 喜剧 惊悚 爱情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 悬疑故事 有意思的是 在2004年 有一部 由郑秀文 刘德华 严成旭三人 一起出演的《魔幻厨房》 在影片中郑秀文 风光无限 刘德华是前男友 严成旭是现男友 郑秀文在片中 饰演的私房蔡老板 是魔幻厨艺的传人 拥有家传秘籍 厨艺了得 但他一直受到 家族遗传的魔咒 一旦过入情网 必遭男人抛弃 于是 郑秀文在刘德华 扮演的前度男友 与严成旭扮演的 现任助手之间 经历了一次感情奇遇 缘分真是奇妙 好奇贾琳看到 这部片子时 心里做何感想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好奇妙 好奇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